有钱人家客厅都挂着两种话,难怪越住越有钱,我家也要挂,现代人越来越注重生活品位,家里的装饰品也变得五花蛙门,墙上挂一些话,显示主人的情趣,也逐渐变得流行起来,但是挂什么话合适呢? 也是有一定的讲究,不是随心所欲,随性而为地,我们要结合实际,考虑一定的风水讲究,避免挂一些寓意不好,不吉利的话,让寓意好的话,回家里的风水锦上添花,风水不是迷信,运势不是定数,重视中文清则贵,亦续闲事问前程,大家好,这里是一经风水堂,我是乐善老师,如果你正在迷茫,或是感情受挫不顺, 或是事业投资不利,财运不佳,或者面临婚姻问题,或是学业上没有方向,未来一片漆黑,家老师65074936650749361,给自己的家中挂一些山水画,只要寓意是非常好的,最好的风水莫过于有山有水,把这样一幅画挂在自己的家中,自己的家变得非常舒服,我一定要注意挂着山水画的时候, 尽量把山水化妆表起来,表示自己对山水非常的尊重,家中的气场才会稳定,保佑我们的神仙,看到我们对神明特的崇敬,也会保佑我们的家庭,上万人在老师的调节下,都获得巨大成功,八字测算,风水布局,命理分析,事业财运,感情婚姻, 有足道专业见解,如果你的诗运不佳,感情才运不顺,等一些命理问题,均可与老师交流咨询,可加老师朋友圈,65074936650749362,在自己的家中挂一些比较吉利的话, 比如挂一些日出图,代表着我们的家庭蒸蒸日上,也可以在自己的家中挂一些牡丹图,牡丹是我们的锅花,可以给整个家庭带来福气和采气,一些动物的图也可以挂在自己的家中,代表着生命,代表着希望,我们一定要注意小细节,生活才能变得更加丰富和完美,经过我的介绍,大家都懂得怎么挂画了吧。